疫情期间 英国当局发现民众搭乘手扶梯的意外变多了 光是今年4月到6月之间 伦敦地下铁车站就发生了12起摔到重伤的意外 原来都是因为担心染疫 民众全都不敢用手去摸手扶梯的扶手 才会导致摔伤的事件频传 也可能会摔个四脚朝天 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手扶梯可是暗藏危机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英国伦敦市交通局就发现 地铁的电扶梯意外频传 竹音之音就是民众担忧染疫 全都不敢用手摸扶手 根据统计今年4月到6月间 伦敦地下铁车站总继发生了12起的重伤意外 大家除了不敢触碰扶手 加上政府松绑了防疫外出的限制 民众上夜店狂欢 喝到醉醺醺的搭乘地铁回家 也很容易摔伤 特别是Delta变种病毒肆虐 香港之前还精传有一名机场的工作人员 与去诊者相隔了105分钟 搭乘同一段的电扶梯 而且两个人都用右手握着扶手 没想到却成为他染疫的关键 为了让民众安心 英国当局特别在手扶梯上 安装了消毒的杀菌机器 手扶梯运传同时就会自动杀菌 除了防堵疫情扩散 也特别的要提醒大家搭乘时 一定要紧握扶手 才不会又发生摔伤的意外 记者综合报道 快乐 自动权的路膜 阴又尾 缩扶手